對,其實你會到後來你會發現 你學的越多,你會發現自己懂得越少 就是,這也很怪,就是為什麼你會學得越多,發現自己懂得越少 因為你會發現,其實你知道這個理論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理論背後還有一些東西是需要去理解 你稍微發展給更多這些東西來支持你的理論 你會發現自己好像懂得其實沒有自己想像中那麼多 你就會發現其實你還有很多東西在學 所以到現在我還有很多東西還在學 其實不能說自己已經懂完還是幹嘛,不可能 要不要舉個例子啊,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就是,一看電的時候會覺得 我一開始會覺得有點駝背,還是幹嘛 是胸部緊,然後就單純放胸部 但後來發現不僅是單純胸部緊,有可能是背太弱 或甚至說胸部緊之外,肩膀也緊 或甚至這邊斜方緊 或甚至說更遠一點,有可能是腿後緊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全身一體的 對,牽一髮動全身的概念 所以它不會是說是分解的 它不是這麼的片段式的東西 它是連貫的 但是那個連貫可以連貫到很遠 你可能很難去理解 想到 對,對,對 所以你說可能 它發現它這邊有一定不太協調 它有可能是這邊的問題 可能是下邊的問題 所以它去找到那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在第一點最明顯就是 弱量 弱量這個可以用儀器測量 可以從外管上面直接看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肌肉的發展更均衡 就像之前我可能會有不平衡的問題 那今年我就是特別在這一塊 多做一點加強 在自己的發力上面更加均衡 所以整體的Posing的呈現上面有更加的協調 然後還有就是肩膀 今年我有特別加強我的肩膀 還有我的手臂的部分 整體都起來 然後也變得比較對稱一點 比較對稱 對啊 所以今年11月就是很快了 就是下個月就要去 下個月就要去 就是有那個信心自己摘金 我覺得這次我覺得我這次做起來更好 那如果說是依照去年的水準的話 我今年應該可以拿到全場總冠軍 全場總冠軍 我自己的 就是那種跨體位的各種重量 對 但就是 假設 水平差不多的話 那如果說今年的選手大家又更強了 你說萬一對手 對方 就是其他國也都變強了 因為今年我自己覺得自己變強了 但如果其他人沒有變強 那可能就還有體會 但如果大家也都變強 那可能就不好說 對啊